应如何制定旧区重建的强拍门栏 榴宁达五零年或以上的榴宇 在过去一零年由3900栋急增至8600栋 如果重建的速度不加快 往后这类榴宇的数字将增加得更快 榴宁过五零年之后 榴宇就会老化 墙壁开始有裂缝 石屎容易剥落电线容易短路 水喉时常漏水 电梯需要大收 弱事管理 不善 榴宇很快会变得不宜居住 香港要保持大都会的风貌 应加快旧区重建 以让香港人可以住得安全 住得体面 住得健康 然而 香港旧区重建的进度十分缓慢 榴宇老化远快过榴宇更新的速度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这类榴宇的地积比率大多以用尽 重建也没发建出更多的面积导致参与重建的地产商缺乏利润有因 二是香港的物业业权分散 若要发展商收购齐所有的业权才可以重建的话 难度极高 第一个问题已在上一篇文章中讨论过 今次主要讨论第二个问题 对第二个问题 现时的做法是 发展商先得自行向个别小业主欺购 代收购够八成或以上的业权后 才可以透过公开拍卖整块地皮所获得的价钱 按现值的比例分配给原先不愿出售的业主 法例规定小业主不可拒绝 这个经公开拍卖所得出来的价钱 这样做的理据是 公开拍卖所得出来的价钱 可视作为一个公平合理的市值 至于按现值的比例 亦不是由发展商自行定出 而是由测量师作出的专业股价 小业主若不认同 还有公平的上诉机制 有了这个强拍机制之后 旧楼被成功收购重建的案例略有增加 但相对旧楼老化的速度 依然是小得不成比例 所以特首在今次施政报告里提出 要研究降低强拍门栏 以加快旧楼重建 特首在施政报告里并没有言明 将如何降低强拍的门栏 市场预期最大的可能是会让发展商 以后不用扣足八成业权也可以强拍 例如收购够七成业权就可以强拍 如此 当可以大大降低发展商参与重建的难度 七成不是一个小的比例 如果有七成业主都肯接受发展商开出来的价钱 足以反映发展商的开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发展商不会刻意不收购其中某些单位 搞到要强拍的主要原因 通常都是因为有部分小业主要价过高 发展商对强拍的态度 大多事可免质免 我个人认为 强拍的门栏可以因楼零有别 四零年以下的流 可要求发展商自行会面收购 四十至四十九年 非收购足九成不可 五十至五十九年要收购约八成 六十至六十九年才只需收购七成 至于七零年以上的 收购够六成也可以 这样 旧区更新的速度 一定可以大大提高 香港的城市面貌当可大幅改善